民眾開車經過台九線 遠處中央山脈的上空 兩朵片狀雲層相互交疊 上下各由一個圓盤組成 形狀好像飛碟 稀有景象 民眾趕緊拿出手機拍下 這種雲被稱為飛碟雲 在花蓮出現過好幾次 受颱風影響 層層雲朵在山上流動 十分壯觀 另外在基隆 還有巨型飛碟雲現身 多片圓形的黑色雲層不停旋轉 籠罩整片基隆市區 形成大片陰影 宛若幽浮入侵 末日感十足 還有雲層正好落在山頂上 就像飛碟降落 飛碟雲並非都這麼恐怖 有的蓬松像是奶油千層蛋糕 看了好療癒 氣象專家解釋 飛碟雲是一種夾壯的高級雲 好天氣加上有颱風逼近 水氣充足就有機會產生 因為是過山的氣流 然後有沉降 然後會沉一沉一沉的 我們平常看到大概都兩三沉 要形成飛碟雲 強風水氣和地形三要素 缺一不可 看見飛碟雲固然幸運 但專家也提醒要趕快下山 因為代表快下大雨了 記者劉淇嬌 吳英軒花蓮採訪報導